来来来来来 都来沾服器了 都来沾服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鸟 今天是2024年1月27号 天气多云 今儿来点轻松的 先去福建博物馆 然后走走福岛 最后就回去躺着了 到了福建博物院了 旁边有个湖 这个湖也叫西湖 从杭州的西湖 来了福建的西湖 已经进来了 如果跟同一级的博物馆来比较的话 福建博物院的规模算是小的 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它有大量的德化词 这种发型的 这个观音还真的是很少见 它梳了两码花辫 你看后面 同时它也非常具有特色 从方方面面都体现着 福建千年来作为中国重要港口的地位 这是那个琉球墓碑 这个是阿拉伯文的墓碑 基督教的 印度教的 哇 这边真的是口岸啊 什么宗教都有 在这儿居然看到了西班牙银币 我们明天会去看这个建筑的实体 博物馆里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黄生木里边出土的那些织物 这是那个黄生木出土的那些衣服的元件 我之前看过那个探索发现 讲的这个木的发掘 哇 看到食物了 真漂亮 看上面的花本还很清楚 后边的那个接头也很清楚 那衣服好薄啊 真好看 但我现在有点疑惑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看探索发现的时候 讲黄生是个男的 但是我现在再从网上看 有很多文章都说她是个女的 到底是我记忆出现了偏差 还是咋回事 有没有人知道能给解释一下 这边这个木兽真的是比较少见 这个外星人赐的 哇 魂彩 我的妈呀 这个孔雀蓝的右彩 真的很好看 一看就是汉马当 右边万岁 然后这边是长乐未央 长乐万岁 白虎 玄武 青龙 没有出雀啊 有一个疑问 因为在新时期时期就肯定越往前 然后人类的沟通是越少的 但是他们是怎么能做到 南北所有的气形都长得是一样的 尤其这个陶鬼 哪里都能见得到 好顶鬼 这种东西 冲茶的机器人 我们现在往那个福道走 为啥要去福道呢 第一 它叫福道 2024年必须世事有福 第二就是 它是一个建在高层 森林上边的一个观光的 福道 可以看一看福州市 其实景色不赖 这棵榕树怪好看的 果然是榕城 看到了这个楼梯 就是这里了 老天爷呀 要开始爬楼梯了 好帅了 说实话 我还有点害怕 因为这个 可以看到下边是空的 但是比玻璃栈道要好一点 那个我几乎就完全不敢走了 给你们看下边 我蹲下来 看 太可怕了 赶紧站起来 害怕 我过了 好 捏下我 今天天不好 木蒙蒙的 看到没有 那玩玩绕绕的 看那里的花 应该是 那没有太吓人了 这个开花的 居然是 中花樱桃 出来了 实在是 太远了 走不动了 差不多要 全走下来 要 像十公里 感觉得 我实在是太累了 主要我还有点害怕 太高了 有一点 关键是 本来是 打算上去 飞一下飞机 看看 看一下 全景 但是发现 这周围是军事区呀 这要是飞飞机 被抓了 就麻烦了 所以 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 下来吧 不走了 下山 看到一个墓 黄中英的墓 他参加过 家务海战 算是中国第一代 海军了 福建船证 学堂毕业的 他们第一代 好像都是那个 福建船证 这高地得 居三个宫瓦